显夫人在我们历史上是一个著名的女性 那么周恩来总理把她称为锦国英雄第一人 显夫人是公元六世纪岭南里人的著名领袖 历史梁臣随三朝 一生致力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经历千余年的历史沉淀 岭南地区的百姓尤其是海南人民 对显夫人十分敬仰 形成爱国爱家 勇敢坚强 扶威即困的显夫人文化 显夫人精神的感召早已超出了梁广和海南 随着华人的足迹远至东南亚各国 显夫人为何被后人推崇 她的精神如何影响后人 她的精神如何在海外传承 成为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交流交往的纽带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史振青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对此进行解读 史振青表示 显夫人历经三朝 在历史紧要关头 显夫人总能以大局为重 从未称王 其次恩威病用已如治愈 地方发生叛乱时 显夫人出兵镇压叛乱 确保国家南疆平安 同时在自己管辖范围内 积极支持建成义 开设学校 鼓励里人学习儒家文化 第三 治州戍边重视贸易 清道光穷州府至记载 丹尔归附逢险市千余洞 请命于朝雇治州 而后 陈朝随朝均把海南 纳入自己管辖范围 治亚州一方面确保了国家统一 另一方面也确保了 南海海上贸易的安全 隋朝虽然是在北方统一的 但岭南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那么对于显夫人来讲 他是否归顺于隋朝 起着一个重要作用 有人就建议他 我们势力比较大 独立就行了 显夫人认为不对 认为显家所领导的整个岭南 就应该移属于中央王朝 最后归顺了隋朝 这表明他的国家统一 这个方面可以说高占远逐 做着很大的贡献 当时显夫人管辖的范围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广西 广东海南这一块 他觉得海南的区位的 应该很重要 从三国一来 我们说的海上贸易 主要走的路线 是从广东穿过秋冬海峡 经过我们现在的北海 然后越南 然后这条航线 所以显夫人到隋朝的时候 他请命于朝 指甲州 其实就是再次把整个海南岛 拿入了中央的范围 史正清认为 显夫人爱国爱民之心 怀福百岳之情 在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 深得后人的敬仰和怀念 通过千年不断的传承与发展 显夫人在其一生中 所形成的包容 团结 融合 和平的精神价值 早已凝聚成了 独具特色的显夫人文化 2014年11月 基于海南军坡节 和广东年历 而形成的显夫人姓俗 被列入第四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海南岛的显庙 我们一般认为有400多座 每年在显夫人文化节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代表性的 叫庄军 就是说当地的人 叛养着军队的一个样式 或者一个阵仗 这是纪念显夫人 一个重要的一种仪式 当一搜搜贸易商船 自穷越等地的通商口岸 驶向东南亚诸国 拧南沿海的民众 不断向海外迁徙 显夫人为用意好心的包容精神 以跟随他们的脚步开枝散叶 在海外扎下根来 成为东南亚华人华侨 寄托相念相情的载体 石正清表示 显夫人开放 包容和平的精神 跨越国家 语言 地域 和民族隔阂 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交流的精神纽带 我觉得显夫人的文化 它已经成为我们海外华人的 一种精神扭断 显庙在东南亚国家 相对来讲 仅次于马祖庙的 是华人信仰体系的 一个重要的标志 等于说是中华文化的 一个标志 通过对显夫人这种精神的传承 是更多的华人在一起 团结起来 得到更好的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